那我就想了 我说唱吧 反正是什么 大涌摊跳都唱起来了 小涌摊跳 那还不容易 对不对 想当然而是这样 别感谢大师说 你真的唱 我真的唱 二话我说开始掏钥匙 画把钥匙交给李伯涛参赞 马上到大师后边一个小图书馆 藏库里面 全是铺子 画一开 把钥匙拿过来 是你说的 要唱的 明天上午八点 你不唱 就等于你违背了比赛规则 知道吧 那你就回去了 你拿来我就得看看 我先看一看 拿来我一看 十二张纸 这还小有难道 吓坏了你知道吧 我说这怎么办 明天就得考试 你知道吧 我心想 既来日子安这呗 不过唱也得唱 第二天就要唱了 第二天 九点钟 而且是上了 那请问大涌炭调几张 大涌炭调 冲击了也就两张纸 那小涌炭调十二张 十二张纸 他比你都十张纸 他本来以为是半张 这怎么办 而且我们当时那个时候挺有意思的 唱的这个意大利文吧 国内也没有人懂的这东西 所以标的全是汉语评音和中文 就是印记的印背的 印背的对 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其实都是错的 但是音乐什么节奏是对的 语言肯定是错的 因为你不懂吗 对吧 好 那么不懂吗 你这个灵 就要上阵了 知道吗 来不及了 好 那就都有准备了 拿了你完了以后 我就在这个Villanova 离布塞尔很近的 一个镇上 一个hotel里面 我进去以后 我就拿着谱子 就开始练 练练练练练 出声了 你知道吗 一出声 这你都不认得了吧 但是我知道这个谱子 先把曲子给记了 灌到脑子里去 但我练了一半的时候 我想糟糕 我就去找这个李博勒老师 他那个参赞去了 他说来来来来 我帮你把这个音给你读 读完了以后 你在注的你那个 还跟你原来那一样 结果就把它注了 注上去了 好歹这个曲子 特决 他有几段题 四段题是一样的 他的音乐格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音乐很好背的 最难背的就是那个词儿 这没办法你知道吧 就是他怎么读你就怎么记 他怎么读你怎么记 下来以后 就是他这个段落 音乐的格式是对 是一样的 这个他帮助你了 所以因为我们搞声乐 我们知道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有的人可以小声呗 小声出声 有的是大声 声出来以后 他很容易把它 灌到脑子里去 第二天就要比赛了 你不唱不行的 结果你出声一唱以后 糟糕了 你这旅馆里不止一个人 有日本选手 有韩国选手 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 反正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 西班牙选手 墨西哥的 人家闹了 你这怎么回事 明天我们也是去考试 对吧 所以他就把里边那个 那个那个房东叫来了 不是房东 就是里边的老板 老板叫来 老板叫来 他那邓里跟我来吧 我们给你下地下室去 下雪很有意思 到第二次里面吧 那个天花板上挂了 就是香肠地雷 还有那个火腿什么 然后那个墙角 全是插着那个酒瓶子 酒窍里 李柏老师也没有办法 知道吧 他也跟着那 你明天就要考了吗 真的是大事放声唱 因为当时在想 你不拼的话 你既然人已经来了 而且你呼哨也就使天签证 对不对 那么既来之责安之 你就唱吧 好坏之事吧 根本就没有抱着 就是说你要去拿这个奖 没有 好 撑了一夜我跟你说 李柏老师急的你知道吧 上火 那压床全肿起来了 跑到那个药店里买那个叫 止疼药 叫下火的药 天气亮了 亮了以后呢 这个 我当时心里面还挺含糊的 非常 没底啊 也不知道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跟李柏老师讲 我说 我说李老师 我说反正这离 那个布塞都很近 您坐后再去一趟吧 他那干嘛 你想临阵脱逃 我说不是 我说您去一会找大师说一声 你说 就跟他讲 我能不能看着布塞唱 他说 我给您问吧 结果他就去了 去完了以后 我一回来 我一看李柏老师那个脸 他有那个笑顶在里面 我说十五八九 我猜的可能是可允许的 我就问李老师 李老师 我说行不行 他说算你运气好 哇 我往上我就知道 可能有点希望了 那我就带着布塞就去了 你别忘了 我真的是 我唱了一晚上 一夜 居然嗓子也没哑 想说你头都昏了 他也没睡觉 饱吹喝汤 连早饭都没吃 水都没喝一口 比如说喝咖啡 一大人很喜欢喝咖啡 好 到了那个叫 维尔利剧院的那个台子上面 往那个 钢琴伴奏就在那 我把那谱子放到那个钢琴伴奏 给钢琴伴奏看 我再回到舞台的正中央 给评委鞠躬 比尔刚琴大师就在正中间的包厢里 鞠完弓以后 头一抬起 这音乐起来了 您知道吗 这个 在舞台上音乐一起 你就不能断了 你必须得唱 不唱也得唱 还没准备好呢 真的是没准备好 可是他这一起了 那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得唱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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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了 第一个鼓掌 比赛是不让鼓掌的 底下的观众也站起来跟着鼓掌 然后李博老师就在侧面上 含着眼泪 哗过来以后抱着小俊 你成功了 哎呀 真的是 难怪说这个是要拼了 对不对 要拼了 对 就是永远就是要准备好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没有准备好 就是没有办法 还好平常有这个拼音的基础 然后呢 当夜您又一整夜没睡 就一直在背 哇 这没有想到这个 大涌探调 顶多两张 小涌探调 12张纸 本来想说哎呀 小意思 就12张纸 也就在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然后您也拿到了这个维尔蒂的金奖 对 哇 这是您第一座金奖 就是在这么辛苦的当中 最后才有意思 这个李博老师为了证实一下 这个邓小军的实力是怎么回事 于是乎他就把大师叫来了 大师说有什么事吗 他说我想问一下 您对邓有什么看法吗 然后大师就说 像他这声啊 在意大利 我真的是好多年没听到过了 夸礼他是真的好 就夸礼他 但是啊 我不知道他唱什么东西 所以就慢慢的在学 他们其实也真的 可能真的听不懂您在唱什么 但他们就是听声 然后听林队的音乐 他一听出来就是有天分 他心想 他说东方人能搞到这个地步 真的是不容易 对 一个东方的变速这么难 对 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难 太难了 连意大利人 大师实在是太nice 意大利人他们自己可能都唱不好 很难 很难嘛 对 他难在难点 因为这个声乐 他是一种听觉艺术 他也摸 他大时间摸不着 你看你看不见 所以他完全是一种感觉 去靠听 靠耳觉去听 去辨别 所以难在这 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和 邓小俊大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有关这个歌剧的世界